我们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呢 它想要谈的就是那个Homogeneous Coordinate 这个的重要性就是怎样呢 它让平移这个操作呢 平移原本怎样呢 原本不是一个线性变换 它让平移变成是一个线性变换 也就是让平移呢 就可以用矩阵来相乘表示 因为电脑最会做矩阵的惩罚 如果它今天不是线性变换 就没办法这样表示 就很麻烦 所以它一个重要的思维就是怎样 它原本其实是一些二维的点 透过升级成三维 让平移也变成是一种线性变换 我觉得这个方法实在很妙 那一开始呢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点呢 一开始其实这里就是有一个坐标 把这里挪一些空间出来 一开始它其实这里就是有一个这个坐标 然后这里面呢 有五个点 当然头跟尾这代表的都是圆点 所以一开始这里有这五个点 这五个点 零零零一一一一零零零 这五个点 当然这头跟尾都是圆点 它意思其实就是 一开始是一个正式边形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例如说我们来做A这个操作 所以A这个操作呢 例如我们先A乘R 好那A乘R怎么看呢 对就是你要一行一行看哦 所以一开始的第一行呢 零零一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第三行抓出来 所以当然还是零零一 那零一一呢 二三行相加 那变成零二分之一一 其实你在做的过程呢 对原本这些东西 因为第三行 如果只是标准的原本的线性变换 这里都是零零一 那其实第三行一定都是维持一啊 就是这边还前面的部分 还是照样保持原本的变换 例如说一一一呢 它就是把这三个加起来 那这已经加第三行这边也没有用 所以其实还是 就是这里零零 如果今天只是零零零零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这部分还是没有动到 它原本是旋转就旋转 原本是放大就放大 好那一零一呢 就是把这里抓出来 对那最后零零一就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第一个图做的就是 把它后来变成这四个点 这四个点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的操作 只要这里是零零 这里是零零 那表示说它其实怎样呢 它其实还是维持原本二维的线性变换 在二维的线性变换 这是缩小 但是在这个升高成这个三维的 这个homogeneous coordinate 它也是一个缩小 那类似第二个呢 我就不做了 第二个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做一个转 就是那个转 逆时针转45度 就转 我以数学上来说 转负45度的一个旋转 好 那因为这边零零这边零零 所以它还是让它 就是不会动到原本的一个二维的结构 好 重要的就是这个 重要的就是这个C小题 好 C小题的话呢 对我们现在这个来成的时候就比较有趣了 因为这边有一些东西 好 所以这样子001 这比较重要 我再把题目再抄一遍 对 001 好 那这两个作用之后 一开始001 当然就是 诶 这边就是 一开始001 这里有东西了 所以它其实就 不是001 001跑到哪边呢 跑到2-31 就把原点 移到这个点 所以一开始第一个点就很特别了 把原本这个点 移到什么呢 移到2-31 就移到这个点 2-31 应该再 可能再下来点 移到这里 好 那接下来呢 对 接下来就是那个 011 011的话呢 计算上是什么呢 计算上是 这两行相加 这两行相加的结果呢 就会变成是 2 然后这里是 2-21 这里是 1 所以 接下来就把这个点呢 移到那个 2-21 2-21 就等于是 这里 等于大概差不多在这边 所以 等于是一开始把这一笔移到这里来了 那接下来 111 就是这三行相加 所以这三行相加就变成了是 3 然后呢 对 3-2 然后1 好 所以移完的点呢 就这个点跑到这里 这个点跑到这里 那接下来 这个点呢 其实就跑到 这里来 跑到这里来 那第四个101 101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对 101就原本这个 那现在变成 这两个相加就变成 2 然后-30 2-30 就变成3-30 这是3-30 3-3 还有这个1 3-31 所以它又把这个点呢 移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来 然后最后原点又一样回来 就是2-31 好 所以重点就是怎样呢 重点就是 诶 它就可以把一个平移 写成举证的惩罚 我当初看到这个想法 都觉得实在是 很妙 一般人觉得 平移不是就不是 可是后来数学家呢 还是把它写成 还是把它写成 线性变换 当然这个思维上呢 就是提高一个维度 你看的东西就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部分